大家好,欢迎来看视频 这是吃土瑶回购的五样产品 前五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盘 Tom Ford眼影盘 是这个不是最有名的 叫Borchute Haze 这个颜色应该是在我拥有的 大概八个到九个Tom Ford眼影盘中 我的最爱 首先来看一下试色吧 是在我手上的这样的颜色 是这盘眼影 这盘呢就是极其的实用 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一盘 Tom Ford眼影盘想买的话 我建议你先去买一盘亮片的颜色 因为亮片颜色是 Tom Ford眼影中 我觉得是最独特的一个吧 大概除了Tom Ford和Chelty Bridge之外 别的牌子做的闪片都不太好 但是第二盘要买的 Tom Ford眼影盘 我建议你入手这一款 这款就是可以很温柔 也可以很证实 非常非常实用 百搭 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 你在这几个颜色中 如果你是想发比较温柔的眼妆的话 你可以多用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 它是偏哑光的 是可以大面积扫在眼皮上面 也不会是你眼睛看起来 中眼泡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这一盘呢 是比较适合 亲属女去画一个粉紫色的那种 很温柔的眼妆 同时又有很端庄的感觉 就是很拿得出场面的那种感觉 另外要提的是 你看这些颜色 它基本上虽然有偏紫的那种颜色 但它整体上没有那么冷 所以说不会很容易的 有那种画完了淤青的感觉 其实我最爱的眼影盘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Tom Ford Urcher Hayes 另外一个是Vizard 它们两个每颗的价格 Tom Ford要贵很多 所以为了配合这个吃土的主题 我觉得是挑了 等于每颗更加贵的这一盘来讲 其实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盘 下一个呢是两个Chika这个品牌的唇膏 Chika是一个日本的高端的专柜品牌 这两个唇膏的颜色 一个是5号一个是6号 它显色度一点也不高 给大家先看一下颜色 这个偏粉的是5号 然后偏红一点的是6号 这个唇膏最大的特点就是舒适 对我来讲我选唇膏的时候 最看重的一点就是要舒适 就是让你感觉不到那种 还给你一些恰到好处的滋润 这个唇膏如果它就算没有颜色 是那种变成了护唇膏的话 也是非常完美的一款护唇膏 就是它不是很油的那种 给你那种亮晶晶的感觉 然后也不是那种像很有辣的感觉 像waxy的 说实话我能用这个唇膏的产品的话 比较困难 唇部真的是完全是靠很多个人感觉的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Chika唇膏的话 前三个颜色 其实都特别特别浅 我当时的日带特别好 我其实是定了前三个颜色 但是它直接跟我说你不要定了 真的是显不出什么颜色 估计你也不会喜欢 所以我就定了这两个五六号 真的是显色度不是挺高的 然后呢是自生堂的一款 日间和夜间两用的一个粉饼 我只是晚上来用它 就是这个有护肤功能的粉饼 这个粉饼呢就是晚上在上完护肤的时候 如果就是很滋润的那种护肤的话 脸上会觉得很油或者是很黏 之后呢在脸上拍一层这个呢 就会有很雾面的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它本身有护肤的成分 保湿加上美白 保湿的效果我能看到 因为它不会这种虽然是粉质 但一点也不会让我脸变得很干 但是美白的话可能是我没太流心 没有太大的感觉 只是很建议大家用它来做白天的散粉 因为虽然它给了两个粉铺 但是那样用的话 有可能会把粉底之类的东西 带到这个护肤的粉上 下一款呢是一个护发喷雾 叫Ojong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是跟Origins 那个护肤品牌合并了 大概几个月前吧 都是亚绅带集团下面的 这个比较适合你直发的时候用 卷发的话用它效果 其实没有像直发那么好 如果你直发的话 用完头发整起来感觉 就是很轻盈 特别飘逸的感觉 它没有那种硅的甲滑 也不是那种很油的感觉 真的是特别喜欢它 这个一般我有什么出去啊 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话 我都会用它 在直发的那种情况下 下一款呢就是特别有名的 直村秀的砍刀眉笔 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 这个是我臀的三根 后来发现 其实臀活可能没有那么有必要 因为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用这个笔的时候 我不会削成砍刀的形状 知道削的步骤 在网上有的查到了 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的手不是很会削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直接用那卷笔刀来削它 用起来也完全的是很完美的那种感觉 我一点也不觉得影响到我什么 而且你如果用学笔刀削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更加的省 这个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个笔我大概是一年前入的吧 然后大概有一半时间 我会用素酷的眉粉 另一半时间会用这个 所以大概半年才下去了这么一点点 就是特别特别的省 新手非常适合使用的 就是很不容易出错的一款 这支真的是陪我去了很多地方 经常是把它放在包里这样 因为它这么经用 我感觉最后到最后 应该是我一不小心把它弄丢了 而不是我把它用完了 之前也是有好几次 就是我把它弄丢了 消失了好几天后来翻出来又用了那样的 真的是用了比率最多的一款美品 好了这就是五款 我会特别忠诚使用的 稍微贵一点的产品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了解 这些产品有点帮助 好我们下次见了拜拜